HELLO 大家好,我是Louis 那今天就是我第一支VLOG 我觉得做淘宝开箱做多了过后 我发觉我很想要一支很属于自己的影片 就是在这一支影片我会跟你们讲我所有很生活化的东西 因为平时在淘宝开箱不可能我真的stop一些我自己很personal的东西嘛 然后我相信会点进来看我的VLOG的人都是平时看我淘宝开箱的观众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跟你们讲一下我的背后是怎样啊 然后我背后是怎样的一个人啊,然后我背后是在做什么的啊 我平时都在干嘛 所以这个星期其实我还蛮空闲的 因为我已经丢心辞职啦 这个星期我真的超开心超兴奋的 之前我是在一间物流公司做工的 那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绝对不会是因为我转去做fulltimeyoutuber no 因为我还没有过到一定的subscribers 然后我的watchdown也还没有hit到那个target 所以我目前为止youtube是没有赚钱的 我觉得就算youtube赚钱了过后 我也没有将快考虑转去负担youtube 因为那讲真的那些好像10k以下的youtube 那赚的钱都其实蛮少的 如果你是讲你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了的话 这样我觉得应该还ok啦 ok然后一大早就先处理一些电脑里面的东西先 因为我还有两个淘宝passer 还在中国那边打着还没有运回来马来西亚 所以我觉得新年前应该也到不来了啦 所以现在要去看一下那个运费多少钱 然后提交订单 oh my god 那个包裹竟然99块 哇 它比我还要更多 ok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用的那个集运仓库是buymore嘛 然后它的价格啊还有它的重量全部在这里 然后总共的价钱是99块马币 因为我可能买的东西有一点点重 因为我买了一个厨 我买的是这个size的 然后它是高98元 然后它的长60 它的价格是146.63块 可是它折扣的来了哦 它是130块马币啊 因为那时候我买的时候 是有那个新年的年货价 欸我躲过了 它的那个长度是60cm啊 它刚刚好可以fit到我这边 就是这个 我要把它replace到我这边 因为这个跟这个的地方哦 它们好像只有70cm了 所以我就要replace这个空位 然后我把这些所有的高级垃圾 全部丢完进去里面 这些是我的梳妆台啦 然后这些就是我的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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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我的床 然后还有我最可爱的超妮嘛 嗨 我看你很肮脏哦 我看你很肮脏哦 我的天啊 谁咯 等我去帮我骂鞋子鞋子 所以其实我还没有跟你们讲到我为什么辞职啊 那其实我是在dropshed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 然后它也是做物流这一行的 就是logistics啦 所以我就觉得 欸它们给的那个offer还蛮不错的 比我现在的好了 of course 不然的话也不会跑过去那边做工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嗯 是时候换公司了 因为 我在 其实我在DHL做到真的蛮开心的 因为它们那边的人啊 还有那边的那些culture啊 还有 就是它们那边的人啊 真的是很好 然后我也觉得很亲切 我也觉得很舒服 可是有时候如果你是要考虑前途来讲的话 我不能在DHL留到太久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contract staff 又从contract转去permanent 其实还有蛮长一段时间啊 然后有很多人ahead我 就是有些人 甚至四五年了 都还没有convert去permanent so我觉得 嗯 我怕我等不到这一个机会 然后我就不想浪费那一个时间 因为既然我得到的那一个更好的opportunity so why not 我去try另外一个地方 so它是一个manufacturing line来的 我就是在里面去 control它们的logistics那一边咯 就希望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ok so因为现在情人节要到了嘛是不是 so我就打算送我的男朋友一个零食花束 这一个是我前几天就做好的那些stick 可能今天还是要继续做多几次 每一个stick还都要支撑一个lase嘛 so我至少要8、90、11、12、14、14个down 然后这些材料咧我都是在淘宝买回来的 这个bocky是在shopee买回来的 因为15块就免油费了嘛 那时候就买了这一些 然后这一些材料呢 你进不进了那时候我开箱咯 我就有讲一个 诶这一个是我现在几期的content吗 所以我就没有在那个订策里面开箱 那其实是这一个wrapping paper来的 还有这一个stick 这个stick是包零食花束要用到的 然后这一个wrapping paper就是那一个花纸 我就买了一整个回来自己动手做 现在要arrange它看大概大概要怎样去排咯 ok so大概大概会是这样子咯 是不是很鲜艳的那个颜色 so现在就把那个stick做成这样子先 然后现在用这一种手工刀 我不懂这种是哪一种 可是它就是 应该是切切切的吧 它又可以刚刚好这样子切这个stick 看啊 它是这样子 这真的很好剪 然后也很利一下 如果你们没有这一个刀的话 不用剪 你们可以用刀片来这样割 可是刀片的话可能会有点吃时间的 毕竟它是一个stick来的 然后它也很难剪 其实 我飞下去床底了 不要再settle 啊 每个做做一下做到忘记时间了 是首次午餐了 可是我很记得哦 我的家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吃 就干脆叫grab吧 这个是我的true电话 因为我现在我的电话已经是在这里用着了 它用来拍东西 在这个时候 就继续做着我的stick先 这个stick哦 其实它用tick 这样子tick哦 它还是不是很稳啊 我觉得 所以我还是会用绳子自己去来绑住 加以公固 我的东西到了 这个是一个spicy chicken mac deluxe 嗯 ok 因为我平时都是叫也叫share 是叫差不多同一个地方咯 诶 差不多同一个失误罢了 我的cook它 坏了包装是吗 还是真的是这样子哦 i don't 它是那个平平的guy 这会必要这样啊 而且是maccafe的 杯子不够用用maccafe的 然后我有个还习惯就是 我每次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戏的 因为没有人陪我吃饭 很险 然后我最近看的这一个戏哦 就是 好充气咧 2021 我觉得蛮好看的耶 因为很好笑 还有那个shin hun跟那个铲猴做的 很好笑那个铲猴那个语气 每次做完那种很走阴走阴的那种battle 它是感觉的啦 by the way 好 现在吃完午餐了 我过后继续做我的stick 我还有多三只就做完了 哎呦 尽快赶上了 啊 终于做完了我的stick 看 这里有这样多个 哇 好爽啊 所以现在把它黏起来先 常常我觉得我的那个tap好像很不黏耶 因为它是那种手工tap 可是这个tap也比较容易拔出来啦 如果我男朋友过后要拿来吃的话 其实还蛮方便的 希望它不会掉下来 哇 哇 OK 所以我现在把那些所有东西都搬下楼了 因为 我觉得这个阳光会比较好 然后它也比较多空间 让我去打灯 然后我就放了我平时用的ring light在这边 所以还可以照到比较广 这里就是那个自然光咯 所以我平时都是在这里拍影片了 所以现在我要把它全部排一枚一枚 把它开始做了 OK 它手法是这样子啦 所以现在应该是这样子先固定着 我要剪掉下面的那些角 因为那个角全部撑齿不起 不然很难wrap 就用回我刚才那个chiam 那里剪剪的角我全部切断了 因为我不要它堵断我的那个 纸 这边还有一些小块 その后面 就是这个粉 也是这样子 就是金鸡 就是金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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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